Hello,大家好,我是桂鱼,今天我们珍珠开箱四人精致啊,也可以说今天是珍珠的专厂,没有财宝系列,全是珍珠 这一幅耳环呢,是12点珠子做的,这一款的耳环呢,我们做了好多对了,奥白的,茶筋的,这是我们北京的姐姐做的,这个珠子呢,是12家的 就是做这一款一定要12家的珠子做,如果太小肯定不好看,12,13做出来,效果都非常好 这款耳环呢,双身修复也是非常的大气,这款戒指做出来的款也很好看,66大砖石,我们上海的姐姐帮的妹妹做的 这个珠子的大小呢,是10.5,我的首位,就是我这么大手,带这么大个珠子,你们看一下 这批货的珠子呢,也是我们家顶级农叉金的珠子,都是有极为侠的,拿了性价比的货,颜色,珠光都是非常OK的 就像我们昨天拿的这个奥白是一样的,我们昨天拿的这个奥白呢,是银蓝光的奥白,而且珠光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它是有瑕疵的,当然它价格上给你们造型,这一串呢,是25,800 如果呢,没有瑕疵的话,这个呢,就是六位数的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共多了三条,昨天我们已经卖了两条,这个珠子大小呢,是9到12的一个点位 珠子光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冷光奥白,它不是说是那种发黄 这个是朝八戒的欧洲珍珠,它光是非常漂亮的,就是有瑕疵 珠藏是非常厚的,如果你们想要买海水珍珠,一想要大点位的话,预算不够的话,这个真的是避而住 像这种银蓝光,珠子本身就非常熟,光是非常漂亮 而且它如果没有瑕疵的地方呢,它珠子的那个皮是非常丝滑的,你们看一下 它表皮很丝滑,它就是有这种瑕疵,社交距离看不见啊,我这是苹果圆相机 而且近距离给你们拍的,你看它没有瑕疵的地方就表皮非常丝滑 你们看一下,就打火解了圈好了,这是得一点点瑕疵 首先看这一枚戒指,这枚戒指呢,是三个大钻,当然这个象牵是很贵的,花了3000多 这钻石又贵,18K象牵了 完了,这个呢,是我们江苏的姐姐做的一个耳圈 珠子光都非常漂亮,这是个耳圈 完了,它是个随同款,优质型的,它耳圈大,所以我们做的也比较大 完了,我们北京的姐姐做的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是花了4000多项的,这个花了2000 它这个钻石又比它用的多,而且金又用的多 这个带的耳朵上稍微长一点的那种效果 大柱子我肯定是建议你们做这个,小一点做 比方10啦,11啦,你们做这个,12以上的你们就做这一款 这个呢,它带的耳朵上比较知识性 这款我们也做了很多的 这个是个哪组款,是我们一位老师做的 他做了两个,一个这个戒指也是他的,Tefany家的款 10米的柱子 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老客户做的一个耳圈 它和刚才优质型多在哪呢,多在下面一点金 这个带出来也是比较油衣的那种感觉 完了,这个球接着是帮他给的款 黑珍珠我们清货了,像这个黄色的珍珠呢 从10到16的,我们家都有 你想要什么款,我们都可以帮你们做 比方想做这样,耳环啦,吊坠啦 我们都可以帮你们伸进制 这个是澳白的一个双身效果 涉及距离肯定是看不着的 而且双身非常的霸气 澳白真的就是澳白 没有可以平替的,它珠光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柱子呢,就是颜色珠光都是非常好的 就是有威想 当然它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小,好像2万多 澳白的柱子它这种冷光非常少 这是我刚才这个随同款的一个双身的一个球果 大家看一下,我带这样有一点点缝隙 是因为它的那个耳垂大 私人定制就这点好,量身定制 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什么样的大小,我们都能帮你定做 尤其是珍珠这块,珠子我们都有很多裸珠的 而且像这样,擦肩的珠子我们都是顶尖的 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拜拜,明天见